听说大家最近都在讨论自驾游台湾 因为我国金台高速已经正式通车 相信过不了多久 普通私家车也可以开上这座人类建桥史上最宏伟的大桥 目前由于政治关系 这座大桥还未对一般车辆放行 只有少量经过政府允许的车辆 才能真正地开往台湾 不过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到访大陆 也就是搭乘高铁从台湾到大陆 这次两岸会谈中也提到了高铁和金台高速 相信两岸政府也在进一步伤透 要让普通百姓也开上这座大桥 每当台湾做出一些事情让中国不爽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中国就喜欢自娱自乐 在家里面自己玩自己闹 演给自己家里看 我们今天就不讲中国官方的这些自导自演的画面 像是什么炸海行动 在那边自营台湾被武统之后的画面 靠这种脑补的画面去满足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缺乏感 那除此之外呢 不光是官方 民间也是一样 我们都知道去年裴洛西访台的前后 中国的网络上就开始消费台湾 在那边一引台湾 被武统 甚至说金台高速 2035年我们坐上火车去台湾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那今年呢 蔡英文总统去美国之后 他们不可能把去年裴洛西的那期间的那个 2035去台湾那个再来吵一遍嘛 没有 他们这次翻新了 他们创新了 直接把2035给去掉了 很多网红直接跳出来 大言不禅说 这个金台高速已经通车了 从北京直接开车到台北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讯息我真的原地下到 我觉得我难道是活在平行宇宙吗 什么中国跟台湾之间大桥都通车了 我都不知道 我当时真的懵逼了 我以为这个讯息可能是片面的 以为只有几个人在那边发过 但是当我去看中国的网络上 有很多这样的资讯 我就觉得哇 难道我是活在平行宇宙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来自中国的画面 那第一个画面是一个旅游博主 也就是旅游部落客 他就分享了这个既然现在已经通车了 怎么开车去台湾自驾游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暖心的画面 自驾车游台湾 怎么去旅游攻略给你准备好 首先你开金台高速 已经通车了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就记住 不熟悉录的话 用百度地图或者微信地图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第二个影片画面 也是说台湾已经通车了 我们现在有怎么开车去台湾 要怎么自驾游 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画面 兄弟们你们看 这个台湾地图连街道都可以显示了 那么兄弟们你们知道吗 去台湾自驾游要怎么玩呢 首先如果你选择自驾 那么首选肯定是这个金台高速 它已经通车了 大家有没有一起祖床去的 第三个一如既往 也是自驾游台湾 一起看一看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的台湾省有多么适合环岛自驾旅行 从山中出发自驾台湾省怎么玩 认真而详细的攻略 三对旅行今天为大家整理好 从济南西上高速 一路沿津台高速 到达福建平潭 第三天一早就可以开车横穿台湾海峡 跨海大桥 全长180公里的跨海大桥 昔日需要数十年才需要跨国的海峡 人间只需要两个半小时就可以驶过 中午就可以到达台北 那这一次消费台湾 意淫台湾的人士 每个领域都有 从比较知名的网红 再到普通的民众 再到一些农民工都有 那接下来这一只画面 就是一个农民工 在手机上导航 中国的百度地图 要怎么开车去台湾 一本震惊的在那边录影片 发到抖音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小杜小杜 我想去台湾省怎么走 找到去台湾省的路线 全程1663公里 理计通行20小时23分 需要导航吗 好的 途径上秋部分地区 疫情中高风险 离开需提供48小时核酸证明 去台湾拉架里面 有没有打顺风产的 那接下来这一只画面 也是类似的 也是开车拍一只短影片 说要开车去台湾 然后发到抖音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这样的影片 比较有多人点赞 会获得更多的流量吗 为什么大家都拍这种影片 因为我们都知道 结局肯定是不可能 会开到台湾的 但是很多人 就愿意这么去拍 就是愿意去议演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 有流量在 因为大多数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 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个画面 就觉得很骄傲 现在的中国 居然可以开车到台湾 很多人都相信了 所以流量就越来越多了 那接下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画面 小爱同学导航去台北 去台湾省台北市全程 2002.8公里 预计38小时04分钟后到达 已为你避开落弹区域 请安心驾驶 那接下来这个画面 是来自一个导游旅游部落客 他就介绍了这个历史 这个建桥一直到今天建成 他这个总的耗资啊 包括建桥的难度啊 等等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虚假暖心的画面 坐上高铁去对面的台湾 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为此耗费了147亿的巨资 目前是世界上最长的 公铁双城跨海大桥 为了缩短从大陆到台湾的距离 因此我和花费巨资 克服种种困难 也要坚持建成这座大桥 这座大桥从2013年修到现在 公路段已经顺利通车了 那还有个新闻画面呢 也比较暖心啊 这位大哥喝醉了 他说他要开车去台湾 直接从厦门的那个海边 还真的开开开 但是我们都知道嘛 根本就没有桥嘛 所以他就直接开到海里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非常暖心的画面 那这种错假资讯呢 其实蛮多的 那接下来这一个画面的截图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的标题上说 在台湾日月坛的道路上 看到这么多祖国的车牌 好激动 祖国强大 祖国统一势不可当 中国台湾省 我们看了一下 他说在中国台湾有很多的祖国车牌 也就是大陆的车牌 我看了一下 确实都是中国的车牌 很多蓝色的车牌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后面的那个广告牌啊 它都是简体字 像什么旭阳面叶 这个旭阳面叶 我们知道只有旭是没有反景之分的 阳面叶都是有繁体字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简体字 你跟我说这是在台湾省 你这是梦里的台湾省吧 那很多人的留言也表示 觉得哇 中国有这么多车 都已经开到台湾省 去自驾游了 好羡慕好期待 我也想开车去台湾 看到这个画面 我真的觉得我活在平行世界 台湾省不是乱叫的 还是摩托车 还是汽车 车牌上都会印一个台湾省三个字 台湾跟祖国是没办法分开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是 易银说 台湾的机车上面都写了台湾省 台湾人不被打脸了吗 你们的车上都说台湾省 你们是中国的一个省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中国就大字作文状 台湾它的国号是中华民国 简称台湾 或者全称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都是可以的 但是很多人呢 觉得这个台湾省 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 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就觉得这个台湾省是那个 但我殊不知 台湾人竟然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车牌上说 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 这不是台湾人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所以很多中国人在这边说 台湾人打脸自己 到底谁打谁自己的脸呢 你们连中华民国四个字 在中国都要打马赛克 连中华民国国旗 怎么说也是中国以前的国旗 你们都要打马赛克 就连自己的历史都要打上马赛克 你是多么的虚伪 是多么的悲哀 我现在觉得这里 你还好意思说讲打脸 打脸那个词 就是放在你们身上 真是名副其实 要如何去台湾 有哪几种方式呢 我们提前了解 尤其是最后一条 特别哇塞 他已经找不到形容词了 觉得祖国非常的伟大 伟大到找不到形容词 他说最后一条方式 非常的哇塞 祖国太棒了 已经找不到形容词了 只能用哇塞来形容了 尤其是最后一条 特别哇塞 特别哇塞 这条功率建议点赞收藏 另外也有很多水准比较低的人 他们就开始搞那种恶作剧 像是台湾有Uber 中国有滴滴打车 他们就在滴滴打车上面下单 从他们家打车到台北 然后叫了这辆单子之后 把网约车司机也开过来了 但是他们就不上车 因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不可能会去台湾 就算他们相信能去台湾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会花那么多钱 打车去台湾 所以很多人就是恶作剧 觉得祖国好棒棒都通车了 那我就在网络上试一试 打个车叫个车 计程之后去台湾 所以很多人叫了车之后 没有付钱 没有去接那个单子 但是人家司机已经开过来了 很多司机就收到这种单子之后 也觉得很无奈 我们就看一下相关的暖心的画面 这种单子都能放得出来 很怪我 还跑到台湾去 我车会游泳吗 打电话是很可不接 这搞什么飞机啊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太暖心了 谢谢 拜拜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